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什么就做到什么 这到底怎么办呢 我说 这个很难嘛 其实啊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第一 我们要保持人心 也就是人爱的心 第二 我们要不断的行动 第三 一定要环环相扣 也就是处处虚心 在一年之始的春天 我们要去制造生与发的意境 也就是怎么样让他生 怎么样让他发 生就是生生不息 发就是发展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说生而勿杀 欲而勿得 赏而勿罚 这是春天的对应之道 所谓生而勿杀 就是不管对人对事对物 都要秉持互相珍惜 互相鼓励的心境 落实在你生我也生的行动 所谓予而勿得 又是什么意思呢 予就是给予 也就是舍 尤其在春天呢 我们最好要养成舍的习惯 到了下秋冬 春夏秋冬 那个夏秋冬 才会有所得 问题是舍什么呢 不是舍别人 而是舍自己 这就是最好的耕耘 再来谈赏而勿罚 从字面上就很容易了解 也就是我们要尽情的赏 在赏上面下功夫 不要在罚上面下功夫 如果我们动不动就罚 罚的结果呢 可能会缺德的 缺德呢 也就不能入道径了 更不要谈什么养生之道 所以本来运气不好的 到后面呢 可能就更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生而勿杀 欲而勿得 赏而勿罚的话 到最后本来运气不好啊 都会变好 运气好的呢 越来越好 这就是秘诀 总之呢 春天呢 就是要保持喜悦 尤其是天地的变化 正在一点一点的明朗化 天地人之间呢 正在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与循环 人也应该秉持互助合作 把握良机 创造实事 才能够进而和宇宙合而为一了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